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激发员工的自我个体,让他们的个性可以在企业当中发光发亮。现在有太多美国企业,员工周末是一个人,周一上班的时候则是另一个人,使得这些员工很大一部分的自我都放置在家里。这个议题延伸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或是工作与生活之间的隔离。 第四点,勇于冒险,敢于创新,开放思想。在面试的时候,我们会问这个问题,你有多幸运?如果一,是你认为不知道为什么,所有负面的事情都发生在你身上。 如果事实,你认为所有幸运的事情都发生在你身上,我们不会雇佣一,的人,因为这个人很背,我们不想要让带有没运的人到Zappos,但其实我运气也不怎么样,不是的开玩笑的。 这个问题其实是受到启发,来自一个几年前我度过的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找了一群人,问了同样的你有多幸运的问题,回答从一,到时都有,之后请这些人做了一个任务,让实验参与者数报纸当中有多少张照片。 不过,参与者不知道这是一个假报纸,而在报纸当中有几处的标题写着,如果你在阅读这个标题,你可以停止数照片了,答案是37,另外你还可以拿到几百块钱的奖励。 这个实验的结果,那些认为自己很背的人,大多都没看到这个标题而失去了取得多余的几百块美金,那些认为自己幸运的则是大多都有看到标题而拿到那几百块美金的奖励。 所以从这当中,我们学习到的并不是天生不幸或是幸运,幸运本身是开放的心态,看到挑战或任务背后的机会,而不是只针对现象本身。 所以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大会的内容,包含公司对财务状况,品牌策略等等,举另一个例子,不管是什么样的媒体,电视也好,杂志也好,但他们进行采访的时候,公司都会指派公关来引导做介绍,告诉记者你可以跟那个VP聊,你可以跟这个公关聊,但其他所有人都不在采访范围内,不要跟其他人说话。 当我们接触到媒体时,简单在公司绕了一圈之后,告诉记者餐厅与厕所在哪里,之后就随便记者,想采访谁就谁。 我们可以这么做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员工了解公司的长期目标,员工的个人价值观与公司的价值观是相符的,所以每一个员工自然而然地生活在品牌当中,我们没有提供任何接受媒体访问时的训练, 所以每一个员工说出来的话,不会是一个板子压出来的,但你可以从中发现,我们员工的一致性以及态度,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在与员工交流的过程当中看到真实的他们,文章部分内容摘引字符布斯等。 。